大家好,我是二家 我们今天要介绍空心和弦的两首排音 空心和弦是什么呢? C和弦 Do Mi So C Mai和弦 Do Mi So 我们发现,根音跟五音是一样的 差别在于中间的三音 C和弦,大三和弦,C Mai,小三和弦 因为三音在中间就跟心脏差不多 所以呢,当你没有三音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空心和弦 只有根音跟五音 因为没有三音 所以分不出来是大三还是小三和弦 所以听起来会有一种暧昧模糊的感觉 那我们怎么用呢? 根音,五音,我们还会用到八度音 八度音就是根音嘛 我们是这样 E,五,八,五,八,五 然后左右手的感觉是一样的 五度,四度,四度,五度 然后呢,中间差五度 一,五,八,五,八 然后再移过来 再移过来 好,实际弹的时候呢 是这样 一,五,八,五,八 拇指,移过来 小指,移过来 拇指,移过来 小指,移过来 而且呢,我们喜欢在第一拍加一个八度低音 好,例如F和弦 E,五,八 F和弦是否把动 E,五,八,五,八 没有三音 第一拍加低音 例如G和弦 E,八,五,八 我们现在用望春风当历史 副歌中间那里 本来是G-4到G F和弦是G到C的新过音 现在把G-4到G 我们改成 G的空间和弦两首爬音 看看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变得不太一样 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出埃及记 我们示范了A-Mine跟E的空心和弦两首爬音 当你想要制造一种暧昧模糊的感觉 都可以用这种空心和弦的两首爬音 蛮另类,蛮特别的 而且效果很棒 好,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二佳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